大家好,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 疫情期间,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如果感受到焦虑、担忧等情绪 都是很自然的反应 多数人都能够慢慢地自我调试 如果您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 无法外出或是与亲友见面 感到孤独、烦闷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视讯与亲友联系 我们也可以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 彼此关怀与问候是度过疫情最好的良药 如果焦虑、沮丧等情绪 已经影响您的日常生活 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 或咨询卫生局、社区、心理卫生中心 让我们互相支持 一起守护彼此身心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